這裡面的模型你這樣滿意了嘛 一定不滿意對不對 我跟你講即使我在準備一萬個你也覺得不滿意 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訴你怎麼去找 而且呢找到的相容性都很高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來看看 來請各位看一下我們這裡 我們教材喔這個3D屬於我們3D教材 這裡面有一個第三個 有沒有它的最佳3D模型的好夥伴 那這個也許有些老師曾經有聽過Sketchup 這個之前是Google的 現在已經賣給另外一家公司了 但是呢它這套軟體呢 Sketchup原本就其實也不是Google的啦 但是呢它就是號稱我是最簡單的3D軟體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使用3D軟體更簡單 可是重點是他們兩個是magi 因為呢Sketchup呢它有一個就是使用者的一個共享的設斷 就是那個網站 也就是說有人把Sketchup 因為Sketchup在室內設計界也算常用的工具 就是他們本身就是業界本身就在用的工具 那有很多人他把它做好的作品 就放在這個叫3D real house上面 那麼使用3D可以把外面模型叫進來 跟它的相容性是最高的 所以幾乎90%到95%上的模型 你看到的都可以拿下來用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看你進到這篇文章之後 我們網子 它的網站這裡 有沒有一個3D real house的網站 你把它點一下 你把它點一下 好進來之後呢 各位你想要找什麼模型 打中文 有一部分也可以 阿如果你們家缺這個足球機有沒有 也可以 你們要哪一個 我們打打關鍵字 蛤 你不知道胡心亭這個 呵呵呵 有沒有看到胡心亭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一點 呵呵 在你家放一個這個會不會 呵呵 好點進去 你不要直接按下載啦 不要直接按下載 好我們看一下 重點在這邊 請問老師你要下載哪一個版本 重點是你要知道哪一個版本 最新的 來這位老師 我們用的又不叫Sketch Up 所以不用找最新的 呵呵呵 有Sketch Up都不對 好請問要找哪一個 這兩個都可以 這樣了解了齁 因為我們不是這個軟體 所以呢 我就下載這個 好 那第一個會有同一條款 他就告訴你說你在使用車廂的授權範圍 好 授權範圍 好我們練習又沒有關係 好 YES 有沒有在這儲存了 好 我就把它儲存起來 好 那麼下載的時候 它是不是一個壓縮檔 你不用解壓縮 因為我們這個軟體認識壓縮檔 但是他只認識GID 如果你是什麼7DIP的RR 它就不行了 等一下解壓縮 好現在呢 我找到它 好找到它了 現在呢 回到我的軟體裡面來 如果 我們要在一樓 齁 我們在一樓外面這個 庭院這邊 放個圖心 我就 點在一樓這裡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家具 在這個軟體裡面 使用車廂裡面 把模型稱做家具啦 因為它本來是室內設計 好 所以你找到這個地方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插入家具 就是這裡 把它點一下 剛剛我們已經找到 我們的桌面 是不是這邊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選 也可以這樣丟進來 其實我們剛剛 找那個 柯南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丟進來 好 丟進來 各位 這樣 哈哈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所以 雖然我已經幫你準備很多 上面更多 好不好 所以你就繼續 他就問你 啊你這個角度這樣 看一看好不好 然後呢 他問你一件事情 喔 請問你們家模型 要叫做什麼名字 然後呢 喜不希望以後 就不要這個動作 就直接加到 你的模型戶裡面 有沒有 你如果有勾起來 他就會幫你 加到左手邊 那些木戶裡面 有沒有看到 看你要放在哪邊 啊如果不要 你就下次再匯入一次 那麼下面這邊呢 就是說他預設的 這個大小 你進來的時候 那個大小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大 欸 我就可以把這邊 比如說我們家 沒有那麼大的空間 對不對 300公分 就三公尺了 對啊 好這樣就好了 好 就把它按 繼續 完成 請問你們家 有沒有多一個 無形亭 三公尺的小規模 無形亭 就進來了 哈哈 這樣了解的 也有101啦 也有東海的教堂啦 呵呵 但是打九成國小 應該沒有 呵呵呵 要等待各位 這樣 有沒有簡單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 為什麼說 我 教小朋友 他們也覺得會 因為真的不難 因為你只要會主流就好 啊這裡面又可以發 很多創意 等一下我們最後還有一個 要怎麼輸出 比較高畫質的那個 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不好 OK